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狮子就一定会惹祸吗 你想听今晚的故事吗 一起听薇薇老师陪你说故事 一起入睡哦 你准备好了吗 那么宝贝们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故事里咯 在动物森林里有好多好多的动物 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感情都很好 其中有一只狮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 这是一只米白色猪毛的狮子 它呢特别会说故事 也力大无穷 它热心助人 而且这只白狮子跟其他的狮子不一样 它喜欢吃的是红蘑菠 白狮子喜欢奔跑 喜欢玩水 也喜欢说故事给动物们的宝宝们听 动物森林里的动物妈妈们 都喜欢带着它们的小宝宝 来听白狮子说故事 小朋友们也都好爱白狮子说故事哦 和白狮子一起玩 有一次 白狮子在森林里散步的时候 发现了一只受困的小灰兔 白狮子赶紧跑了过去 发现小灰兔被缠住的脚 已经被树藤摩擦到破皮流血了 而且小灰兔也奄奄一席了 白狮子想要快点把缠住小灰兔的树藤拆开 但是树藤实在是缠得太紧了 一不小心很可能会让小灰兔再度受伤 于是白狮子小心翼翼的不让小灰兔受伤 花了好久的时间 白狮子终于把那些树藤解开 小灰兔终于获救了 可是小灰兔被困住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所以小灰兔即使被解放了 被解救了 也没有任何力气可以回到自己的家 白狮子看到小灰兔如此的虚无 实在是非常的不忍心 于是背着小灰兔回家 白狮子让小灰兔趴在他的肩膀上 大步大步小心地走回家 一回到家后 白狮子马上让小灰兔躺在自己的床上休息 并准备了小灰兔可以恢复能量的食物给他 小灰兔经过了几天的休养 和白狮子的细心照顾之后 脚上的伤已经完全好了哦 精神也越来越好了 小灰兔为了感谢白狮子的救命之恩 送了一大串白狮子最爱的红萝卜 从此白狮子和小灰兔变成了好朋友 天天都玩在一起 白狮子每天都会在一棵大树下说故事 白狮子黏着白狮子说着白狮子的好话 真是太谢谢你了 还好有你在啊 孩子们都喜欢听你说故事诶狮子 谢谢你帮我搬东西 帮我修东西哦狮子 谢谢你帮我们找回迷路的小乌龟 动物森林里有你真是太棒了 谢谢你白狮子 茨奇比落不绝于耳的道谢声 在动物森林里每天回荡着 听到那些茨奇比落的赞扬和感谢 突然让小灰兔觉得沮丧不已 他认为自己也常常帮助别人哦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白狮子 凭什么啊 小灰兔很生气也很不甘心 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生气 渐渐的不想去找白狮子了 更别说听白狮子说故事了 小灰兔总是说自己很忙啊 自己有事情的理由来拒绝白狮子 可是善解人意的白狮子真的以为小灰兔是真的太忙 而且大狮子还常常问你是不是要我帮忙啊 什么忙我都可以帮哦 不用啦我自己来你先回家吧 有空我再去找你 小灰兔每一次都这样回答 动物森林里小灰兔和白狮子形影不离的景象已不复见 白狮子仍然相信小灰兔是因为太忙并没有多想 就在这一天小灰兔和往常一样在家里打扫 但是在拖地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踩到地板上的水而滑倒了 这一滑倒可不得了了 小灰兔的头撞到了食物柜 而肿了一个大包 这让小灰兔痛得不得了 痛得哇哇大叫 啊好痛好痛哦 哇我的头好痛啊 真是太倒霉了 气死我了 小灰兔因为很痛也无心在打扫了 于是想到外面走走赶走这一股闷气 走着走着一面而来的狐狸 看到眉头皱成一团的小灰兔 便上前关心 哎呀你怎么了 头怎么肿得那么大 发生什么事了呢 嗯 嗯 其实是白狮子啦 白狮子 白狮子怎么了 嗯 嗯 就白狮子来我家 它突然对我很生气 于是拿起椅子往我的身上砸 我动作没有它那么快 没有多好 于是就被它打伤了 小灰兔不知道心里 为什么很想这么说 而且也真的说出口了 什么 真是看不出来 白狮子居然会做这种事 真是太令人意外了 还有啊 上次我看见白狮子突然生气不耐烦 然后把乌龟爷爷给踢走了 白狮子真的很可怕 其实那天是乌龟爷爷没走好 撞上了树旁的大石头 还是经过的白狮子帮忙了乌龟爷爷 才让乌龟爷爷没有再受伤呢 狮子本来就是很凶猛的动物啊 可是白狮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难怪小灰兔你 再也没有和白狮子玩在一起了 哦 是啊 不只是这样 白狮子还很会说谎 后来我发现了白狮子的真面目 我就变得很害怕 也一直躲着它 但是 没想到 白狮子却因此对我生气 还哪里一直打我呢 小灰兔说着说着 竟然伤心地哭了 哼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白狮子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小灰兔 你别哭 这不是你的错 我会去提醒其他动物们 要大家小心 不要被白狮子给骗了 隔天 之后的每一天 都有不同的动物来到小灰兔的家 关心小灰兔的伤 安慰小灰兔的心 就突如其来的关心和关注 让小灰兔吓了一跳 也让小灰兔开始享受被大家关注的快乐 小灰兔想说故事那样 到处跟动物们说 也说得越多 把白狮子说成了一个可怕又凶恶的大怪物 动物们听完小灰兔说的 又看着小灰兔头上被白狮子打伤了伤 也跟着非常害怕 毕竟狮子本来就不是温和的动物啊 动物们纷纷议论着白狮子 好多接受过白狮子帮忙的动物 站出来替白狮子说话 没想到大家都不愿意相信 甚至还说 受到帮助的动物们 其实也都被白狮子骗了 并要他们去看看 被白狮子打伤的小灰兔 看看小灰兔受的伤 就知道有多么严重了 可是这些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变成了谣言 在动物森林里慢慢传开了 而且变成了 好像真的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样 每一个人 好像都真的看到了白狮子 拿椅子打伤小灰兔 白狮子好难过 他不知道为什么小灰兔要这么做 于是他去找小灰兔 想要问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之间是不是有些什么误会呢 小灰兔你怎么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什么大家都说我拿椅子打你呢 嗯 我很痛 算了算了 我也记不起来了 就 就当做是做梦吧 你就不要再问了 白狮子 小灰兔捂着他头上的伤 害怕白狮子赶出去了 白狮子仍然什么答案都没有找到 他依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只知道没有人想再听他说故事 没有人想要再理他 每一个人看到他都躲得远远的 没有人 愿意再相信他说的话 还叫他是最可怕的怪物 白狮子好伤心 伤心的吃不下 也睡不好 白狮子一天比一天更瘦了 可是关于白狮子的谣言 仍然没有消失 反而越传越远了 连隔壁的动物王国 还有在最远最远的动物乐园 也都知道白狮子干的好事了 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了 动物森林里的每个动物 都对白狮子感到害怕 也气愤不已 大家集合起来 要白狮子离开动物森林 我们不允许有这样爱说话 又会动手伤人的动物 在这个和平欢乐的动物森林里生活 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暴力的 所有的动物们纷纷指责 正在哭泣的白狮子 最后白狮子走了 狐狸狸地离开动物森林里了 白狮子离开时 一句话也没有说 因为他知道大家都不想听 大家也不愿意相信 白狮子没有生气 只是他哭得好伤心 白狮子他心想未来有一天 或许会有那么一天 一定会真相大白 他期待被大家理解的那一天 白狮子终于走了 动物森林里又恢复了平静和欢乐 大家感谢小灰兔的勇敢 因为小灰兔的勇敢 才能够让大家发现白狮子的真面目 小灰兔很开心 也很享受这一切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 大家几乎忘了白狮子曾经也生活在动物森林里 和大家曾经那么要好过 慢慢的不再有人提起白狮子的事情了 直到有一天 一群蚂蚁缓缓到来 说出了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群蚂蚁总共有41只 那一天 他们经过小灰兔窗口 看见了小灰兔滑倒撞到食物柜 本来想帮忙 却因为追不上小灰兔的速度而放弃了 但在几天之后 却听见了白狮子拿椅子打小灰兔的传闻 一开始蚂蚁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 继续赶路 直到温暖的春天唤醒了蚂蚁们 蚂蚁们才惊讶地发现 白狮子因为小灰兔的谎言 被赶出了动物森林 蚂蚁们一想到曾经接受过白狮子的帮忙 就感到非常的自责 也想替自己当时的疏忽 和不理会做更多的补偿 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 白狮子根本没有对小灰兔动手啊 也没有拿椅子打小灰兔啊 那一天其实是小灰兔自己不小心滑倒撞到的 而且白狮子也没有在小灰兔的家里面了 蚂蚁们生气地向所有的动物们说 怎么可能小灰兔才不会说谎呢 兔子是最善良的动物 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你们这些小蚂蚁们 不要再帮白狮子说谎了 我们是不会相信的 一定是狮子 绝对是狮子 大家千万不要被白狮子给骗了 这个时候小灰兔紧张地反复戳着手 因为它开始很担心 会被发现自己说谎 它是这么的不容易才让大家都喜欢自己的啊 它才不要被大家发现这个秘密呢 果然没有任何人相信蚂蚁说的话 蚂蚁们好着急 正当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 突然一只蚂蚁说话了 我知道如何证明到底是谁说谎了 小灰兔一听到这句话 就吓得跑去躲起来了 因为它太担心 也太紧张了 但是小灰兔这一跑 让所有的动物都吓了一跳 小灰兔啊 你去哪里啊 你不要怕嘛 我们会保护你哦 动物们以为小灰兔是害怕白狮子 才躲起来的 这个时候松鼠问 好啊 那你证明给我们看啊 在场的动物们也一口头声的对蚂蚁们大喊着 小灰兔家里根本就没有椅子啊 不相信你们现在可以去问小灰兔 蚂蚁说 大家实在是被蚂蚁们搞混了 可是为了要找出真相 大家决定要把小灰兔找出来问个清楚 到了夜晚 大家终于在河边发现了小灰兔 小灰兔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蚂蚁们说的是真的吗 你的伤真的是白狮子打伤的吗 小灰兔不敢说话 也不敢把头抬起来 只是默默的流着眼泪 小灰兔你赶快说说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动物们着急的一直要小灰兔回答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是 是我说谎了 白狮子其实没有拿椅子打我 它从来也没有伤害过我 对不起 我真的很抱歉 我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小灰兔终于说出真相来了 虽然眼泪不停地掉 但是它的心 这个时候感到莫名的自由 觉得好像有一颗大石头 终于放下来了 什么 原来我们误会了白狮子 天啊 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 善良的白狮子呢 白狮子 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 我们去一件事也没有为白狮子做过 如果白狮子还在的话 那该有多好啊 我们以为小灰兔说的是真的 所以都没有求证 我只是提醒其他人 我以为是真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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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错了 有些动物因为感到抱歉和心疼 而伤心地大哭了起来 有些动物生气小灰兔 乱造谣 乱说谎 害白狮子离开了 有些动物则是提议着 要把说谎的小灰兔赶出动物森林 把善良的白狮子找回来 除了小灰兔 大家都很难过 也很自责 其实动物们都不是故意的 没有人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大家只是以为小灰兔说的是真话 所以误会了白狮子 我们都错了 我们不该只听信一方 也没有做求证 就以貌取人 认为狮子就是高大凶猛 就是会伤害弱小 不只是小灰兔做错事而已 我们也都有错 动物森林里的动物们 没有一个人是不哀伤的 而小灰兔从此再也不敢出现在白天 而白狮子再也没有回来过 无论大家怎么打听 怎么寻找 都没有白狮子的消息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过了好久好久 还是没有白狮子的消息 大家没有忘记 白狮子曾经也生活在动物森林里 白狮子曾经和大家那么要好过 每天都会有人说起 有关于白狮子的事情 大家都记得白狮子 那一只善良又热心的白狮子 白狮子喜欢奔跑 喜欢玩水 喜欢吃红萝卜 也喜欢说故事给动物宝宝们听 动物森林里的动物妈妈们 都喜欢带着他们的小宝宝来听 白狮子说故事 小朋友们也都好爱听 白狮子说故事 和白狮子玩 不过白狮子 不过白狮子再也没有回来了 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欢迎留言 与我们分享哦 听故事的小宝贝 和爸爸妈妈们 记得每天都要和你爱的人说 我爱你 谢谢你 不要忘记 还有给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哦 今天的故事 就说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你们喜欢听 微微老师说故事 我们下次见哦 晚安 我的亲亲小宝贝 接下来有一段属于小宝贝的睡前引导语 我们一起练习放松自己的身体哦 现在眼睛慢慢闭上了吗 感觉一下自己的呼吸 慢慢的吸气 慢慢的吐气 再来一次哦 慢慢的吸气 慢慢的吐气 现在你的身体是不是感觉到很放松 很柔软呢 想象一下 你躺在一朵很大 很柔软的白云上 就像棉花糖一样 很柔软 这时有温暖的风 轻轻地吹来 空气里 还有一股甜甜的味道 和舒服的气息 嗯 好舒服 好温柔的气息 就像爸爸的大手臂 和妈妈温柔的怀抱一样 好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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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宝贝们 那我们眼睛闭闭 一起睡觉咯 我爱你 祝你有个好梦哦 晚安 Good night